七龙八斗子渔港下午疑似因为行车纠纷 一群台湾人持枪在渔港旁追逐一到两名外籍移工 警方获报赶到发现有一把瓦斯枪掉落在现场 但是人都已经鸟兽散 目前正调阅监视器要了解事发原因 渔港旁一伙人上演追逐战 其中一人手里疑似拿着枪支追着外籍移工 后来又出现一名男子手里疑似拿着长枪 在渔船车辆间来回穿梭 反正人在追他们了 对就在闷了 事发地点在基隆八斗子渔港旁 22号下午1点多 疑似是台湾人跟渔港内的外籍移工发生行车纠纷 双方在渔港内上演追逐戏码 我只有看到他们人已经在那边聚集了 我打起来了 我看到的是还没 现场看应该蛮多 为什么啊你都不知道 对啊你都不知道 人家会来追一门 警方获报到场处理 确实在现场发现一把掉落在地面的瓦斯枪 但人已经全部扭受散 警方到位监视器全面追击涉案人 厘清冲突原因 韭菜正中报道